这一步无量手间展开 是什么 是你的家谱 里面所说的 是你家里的历史 是你家里面的事情 不是外思 不与别的不相干的 这全是我家的 人家就问你家什么样子 你把我家里生不开 我家就这个样子 你看你多自在 你多快乐 那你是真正的 我们世界上大富得的人 那富人修佛地 你住在香港 香港那个地区不遭灾难了 不用了什么六合金 一个人就够了 这真点一点都讲 所以问题 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偷 能偷到什么程度 这个 重重无尽 这是有深度的了 我们来天津读经 自然就有味道了 有乏味了 这个乏味尝到 才真正相信 古人讲的话 真话不是假话 试为浓 哪有发为浓 如是在极乐阔中 有无数连 连放光 光现佛 佛现过渡 过渡之中 又有无数连 连 佛放光现佛 梅夜莲花 玉夜地珠 如是莲花 周病 佛苦 这一段 是将 重重无尽 这个信德里面 这一条是非常非常重要 这一条也是非常非常难懂 确确实实 能帮助我们破译身心 我们真的明白了 对自己的修行 有大帮助啊 许许多多的疑惑 都能够化解了 不再疑惑了 许许多多 不能放下的 你明白之后 你自自然然 统统放下了 为什么呢 你知道 原来不放下了 是障碍 障碍什么 障碍你信德 你的信德 佛讲的很好 智慧 德能 德能向好 你为什么得不到 就是因为你有障碍 你把障碍也放下 你全得到了 那特别是我们遇到这个法门的人 我们一心求生净土 没有到净土的时候 没有到净土的时候 现在就得到 胡宽将来 生到 极乐世界 没有生到极乐世界 现前就得到 现前得到是什么 身心健康 本身问题解决了 家庭幸福 四叶顺利 是你现前得到的 虽然 过得这个幸福生活 你心底清净 一尘不染 这什么 这你放下了 智慧开了 这一步 无量手间展开 是什么 是你的家谱 里面所说的 是你家里的历史 是你家里面的事情 不是外死 不与别人不相干的 这全是我家的 人家认为你家什么样子 你把我家送不开 我家就这个样子 你看你多自在 你多快乐 那你是真正的 我们世界上 大富得的人 那富人居富地 你只要住在香港 香港那个地区 不遭灾难了 不用了什么六合金了 一个人就够了 这真的一点都讲 所以问题 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偷 能偷到什么程度 这个重重无尽 这是有深度的了 我们来听经读经 自然就有味道了 又乏味了 这个乏味尝到 才真正相信 古人讲的话 真话不是假话 世卫哪有 发味浓啊 这世卫啊 世间味道 没有发味浓 世卫哪有发味浓 你真尝到味道了 清净心现前 平等心现前 智慧现前 你得自在 你的 慈敏心现前 爱心现前 你看到云云动生 遭遇到今天这样的苦难 你会怜悯他 你会帮助他 那你用什么方法 帮助他呢 你用认真羞耻方法 就是帮助他 别人看不到 你这个真正羞耻 现在科学讲 你的波 波段向外扩展 对他们有好处 在佛法里面 叫做放光 你看到这个是 极乐世界 放光 莲花放光 光中有佛 佛又放光 我们今天在学习 我们也在放光 我们现在虽然是 自己有障碍 看不见 但是真的是在放光 这经常告诉我们 我们念头才动 就周边发解 还原观上讲的 能讲错吗 我们有个念头 不管是有意无意 都能出生无尽 而且还是 含荣空有 这是不可思议的 心得 你有智慧 你自自然然 懂得用什么方法 来帮助这个苦难众生 来帮助这个地球 阿 妮 陶 佛 阿 妮 陶 佛 阿 妮 陶 佛 阿 Pinterest 阿 psychiatrist 阿赑 阿 妮